作为亚洲的一个时尚指导,韩国正在以它独特的审美和时尚品位影响着周边的国家,韩剧的迅速发展,让很多的姑娘都梦想,只能够和自己心爱的欧巴来一场浪漫的约会,学会这些韩剧女主的穿衣方法,你也能抓住你心爱的欧巴哦。 韩剧的播出,让很多的女孩子心中都有了自己最爱的那个欧巴,幻想着和欧巴来一场浪漫的约会的同时,也别忘了用服饰的魅力来征服那个心爱的她吧。 今年的秋天,西装可是头牌种子选手,韩剧的女主角也是经常用一件西装外套来表现,她们严肃认真,但又不是女性武门性感的一面哦,西装该如何搭配,才能抓住欧巴们的心呢。 下面这些小技巧赶快学起来,一,纯色西装外套加长裤,纯色的服饰要比带花纹元素的更好搭配,没有过多的设计还原服饰本身的颜色能够更迅速的让你成为人群中最亮眼的存在。 当西装外套搭配长裤的时候,利用裤子来强调自己的腰线,长款的西装外套再加上高腰的阔腿裤,能达到一个非常显瘦显高的效果。 如果是个子比较娇小的姑娘们,可以利用短款的西装外套搭配一条长裤迅速拉伸自己的身线,小个子也能轻松拥有女神般的好身材和大长腿。 二,短裤仔裙加西装外套这种搭配看起来是不是有些奇怪,甚至和时髦完全搭不上边。 但是最近的时尚穿搭活主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短裤加西装外套一样可以很美,这样颗粒独型的搭配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整体搭配中的细节选择。 搭配一双随性搬布鞋或是庞克风的厚底牛筋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搭配短裙也是同样的道理,关键在于下身的长度,更选择一款有个性的鞋子,配件的选择往往能影响全身的视觉效果。 三,预下装混搭西装外套,因为本来就带有一些厚度,让它成为了换季时的补二选择。 四,通过分家下装的一些单品来,完成出旧时的混搭,既保证了温度,也有一定的时尚潮流吸精度。 四,羊毛类羊毛的面料有着独特的质感,更适合秋冬,拥有一截羊毛的西装外套。 搭配小高领的毛衣或是连衣裙,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同时,搭配一双合适的短靴,不仅能帮你提高气场,还能让你拥有更好的身线。 西装外套虽然会给人严肃认真的刻板印象,但是通过不同的时尚搭配进行搭配,也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如果你羡慕含着女主角率性,又不是女人为的穿搭,那就快入手一件西装外套学习起来吧。